中文明 我看有了孩子他写童话 我有个学生就写的特别 我举个特别一点的例子 他写的童话很美 但是他觉得我写童话很low 他要像他的同学一样 写别的就是那种短篇小说 你不要去羡慕你那两个 师哥 师姐 他们的那种创作 说你的是独一无二的 先你最顺手的 因为你不要轻易地挑战自我 挑战自我的成果 有时候是很严重的 顺应自我 先顺应自我 在一个高中的时候 你要拓宽自己的东西 因为关于文学与现实 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如何发生美好的 响应的齐克福 然后文学如何 在现实之上飞翔的 那个又有一录小说 比如马克思 比如意大利的卡维诺 这都是适合高中生看 他说中国都做 我觉得鲁迅是绕不过去的 沈从门与张爱玲 是两个大师 是两个小说大师 这是我的排位 没怎么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